- 伙伴 Hello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樂手操節目 我是主持人 - 伙... - 超飛燃的 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節目 那傀儡今天人不在 - 我是代班 我們請John來陪我們一起聊一下 那會找John來 主要是因為呢 我們今天要開箱一個 就是應該這兩年 非常有話題性的一個 綜合效果器 去年一月 去年一月就開始通訊 對對對 因為NAMM Show就亮相了嘛 NAMM Show亮相 它是在NAMM Show之前網路先公佈 對對對 然後NAMM就直接 有Phototype 對 有總共放了兩台 放了兩台 好啦 那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就是這個 Neuro DSP推出的Quad Cortex 也就是他們你知道 Neuro DSP是近幾年來做Plugin很紅的公司 他們的第一台硬體 因為我自己還蠻喜歡他們家的軟體的 我也是 就是他們我賣了不少 好啦 那為什麼會找John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一台Quad Cortex他的 他收到貨的時候被我們逼說不能 還沒收到貨之前 喔 就被我們逼不能開機 但是他有物理性先開箱看過了 我先用物理開箱 所以現在風魔就是已經拆掉了 那我們就來直接打開囉 那他這個紙套是要從旁邊滑開的嗎 沒錯 你是不是沒看到本件 這不錯啦 你這是那個保護的那個 保護殼 他其實真的蠻小台的 那這個什麼 變壓器 對 應該變壓器跟USB線 你 折到了怎麼辦 然後裡面就是有附那個 換不同地區要用的那種 剛好我們就是那種 我們就是那種 那就本尊請出來了 給你拿好不好 好 胖 重量也還好 重量還好 然後旁邊是散熱孔 沒錯 上面的話 就是高級效果器該有的解放 對對對 可是他比較特別他這是 combi jack 因為一般來說會比較像 比較偏樂器 就通常都是那個 Folge jack 對 可是因為他說你可以用主唱 你的麥克風也可以進去 Capture out 他可以取樣效果器跟音箱 沒錯 他這也是他的一個賣點 對 那當然他就是有一般的6.3out 就unbalanced 還有 然後balanced XR 對啊 然後MIDI MIDI 然後可以外接踏板 沒錯 然後當然還有硬體方面 這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他說這個可以轉 他的旋鈕其實在這個上面 可是他可以用觸碰螢幕 可以 那你也可以用這邊轉 可是你知道觸碰螢幕的時候 你要那種上下 一滑很容易滑過頭 那這個就是感覺到 可以調細數的 對 好那我們現在要準備來 對 接一接 他一開始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他是看起來 只有一個British的音箱 對 那我知道是之前上網看 他就說反正你按這邊 你就是切換不同的模式 所以Preset Mode應該就是 你按一下 他會跳別的Preset 那你Sign就是 就是你不同的Sign 他就是有不同的那個 而且他這邊好像可以設Page 你要一次開什麼東西之類的 你怎麼關不掉 沒有 這只是切換而已 單純切換而已 你想的應該是Stomp Box 哦 對 就是這才是開關效果 哦 對啊你Stomp就是 那如果是什麼 Preset就切Preset Preset 我覺得其實大部分在現場 不大會用吧 那種不知道半秒還是怎麼樣的那種 0.0幾秒那種 就會累一下下 對還是會感覺的到 所以通常可能都是用Stomp或者Sign 對啊 那Stomp就是 就當成單顆在用 就看得到他有一點微量 微量是可以用的Preset 因為他的音箱本身 2203應該就是GCM800嘛 對 所以2203再加一個Office Drive在前面這樣 就是再切胸一點 對啊 其實他的燈 這一排的燈 是上面選擇可操作的 對 所以你如果按Done跳出去之後 他才會變成這樣子 才是告訴你哪一些是可以 實用的東西 可以採可以的開管 是什麼 Noise Gap 破音 對啊 這是Capture的破音 然後這是他們一般的破音 對這是他一般的破音 所以開了之後你看他這個 有沒有 特別就是你可以這樣子轉 對 我就真的覺得這 真的蠻爽的 這個操作蠻直覺的說實話 對啊 因為你 有些人覺得這樣子就不是很 很錯有沒有 對啊 這樣子你看就是可以0.1 0.1這樣子 比較像在調音箱的感覺 對 所以大致操作是這樣子 拉到我說 Sine Mode就是他本身就是已經有 預設好幾個 這個場景這樣 對啊 所以這是什麼 所以第一個就是完全沒有任何效果 因為這個是音箱 可是他這個 然後這個是Cab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Delay 所以就是Reverb 他第一個Sine是只有開Reverb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破音 一個Overdrive 然後這個就是第二個 第二個Overdrive 第三個Overdrive 然後這個就是 只有音箱 只有音箱 兩個Overdrive 我不會用的東西 哈哈哈哈 希望在來之前就放話了 有一個Preset 我應該會非常的愛 傀儡今天就用這一支 與我們同在 嘿嘿嘿 等一下這線太多條了吧 我還沒做事欸 等一下 可以先聽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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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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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這什麼關鍵啊 我不知道 對啊 我就說這個很像那種演唱會中間 吉他手一人撐全場的solo的時候用的 不是啊 我不是這樣玩耶 笑果氣的人 跟你講我以為是什麼 超級天外飛仙之類的這種 還不過天外飛仙吧 不是這已經超越了吧 這是背景了吧 這超扯的耶 你每一踩一個CN 他會直接換不懂的調 這超誇張的耶 這個應該就是 這應該就是比較適的吧 你每一VH3 那OD啊 欸不是耶 這什麼 Pitch 還蠻自然的 就跟Gorgia一樣 因為Gorgia是第一次他有 Plugin的那個Pitch Shifter 然後我就覺得說 真的已經 Tracking什麼超快 你根本聽不出來什麼 什麼時候變的 對啊 好屌喔這個 而且音色還不錯耶 還不錯 真的蠻夢的 這個錢花的我覺得算值得 蠻值得的 只是這樣就覺得值得 所以我們要開始弄自己的了嗎 對啊 CA是什麼 就加州嘛 所以這應該都是MESA 我以為是Fender 沒有 Fender應該是US 也對齁 對 然後CA 因為你知道MESA是在加州的 對 Freeman PV Solo Sodano UK應該是Vox 對 這應該是像Vox 然後這邊是Fender 對 這Fender 它目前一開始才50個 大概說50幾個音箱 但其實都夠用了 我覺得 沒有 一開始我訂這一台 主要是因為他說 可以弄你自己的 那些 所以我想說你看我買了那個 什麼Nevers啊 什麼Omega 那些是不是都可以用 喔 對 對啊 它這個就是真的很直覺嗎 對 可是你像這樣子它其實你只有音響頭 對 所以還要加Cab 它另外一個就是 操作很直覺的就是 你可以直接 有沒有 拉一位子 對 那一定要Cab啊 因為你是Marshall 所以一個British的也可以 什麼1960 Ring 對 Greenback 就它了 沒有 通常我是玩中的 所以我前面一定會加一個 要OD 不是 OD也是 可是這個絕對不能少 OD也是 我可以先來看看 所以你要還是你要 還是你要靠加Overdrive 應該可以靠加Overdrive吧 對啊 對啊 欸不要這個 這是什麼 Mathdrive是啥 這是什麼 你的tone 心痛的tone 你知道燒掉的部分嗎 對 可是這當然是原版的 它是拿原版去Capture的吧 對它是Clone 3套 好熟悉的畫面 自得說你的tone 還好啦可以啦 好其實我這樣HIGH GAME就已經夠了 對啊我只要一點點毛邊而已 我本來就不是玩很兇的人 對啊是 所以我的重點來了 先來個Delay吧 DG Toe Delay Tip Delay Tip Delay Till On Driving 這個是那個 它等於是在模仿REO01 噢 噢 這個我是真的不熟 噢好夠用喔這個 你看你的效果器盤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沒有這個一台搞定 真是交到壞朋友耶 樂手都是 都是這樣 哇這個好母湯喔 等一下 我繼續玩喔 你繼續玩啊 剪片你剪了 然後再來是 Reverb嗎 Reverb Reverb對我來說很重要 這對我來說有點短啊 喔 找到可以逃過一劫囉 找到可以逃過一劫囉 還有很多的給你試啊 我要去這一點 它這個就可以調長度了 看起來我好像不斷在挖坑給自己跳 沒錯 他其實Attack的反應蠻好的 對 他這個就真的很多人說他的Feel 很好 就是你可以聽到我用手指的輕重到Pick下去 每一個的聲音聽起來都不大一樣 對啊你覺得傀儡沒來是好事還是壞 是好事啊 這樣他就會了了一雙心事 要不要把Steve交進來 好還有什麼 你這樣就 你要用的Patch就這樣 我的話 通常要兩顆Delay 兩顆Delay的話 因為他這個稍微有點DSP的限制 他可能不能放在同一條裡面 可是可以 拉一條出來 因為我聽說他是前兩條 是用一組DSP 後兩條是一組 對 所以當然你可以 就看你怎麼怎麼怎麼切 對啊 那你如果還想要用一個多Delay的話 那我覺得你可能就是放三或四 可是我覺得你不用擔心耶 因為我剛點進去看的時候 他只是限制了你的Delay是Mono而已 所以如果我要設兩組Delay的話 我可以直接這樣就好 對 所以我覺得還好 所以現在就是如果說我要弄 我平常會用的Patch的話 我通常 Gater 不知道哪一個Gater比較好用 我先用SimpleGater 然後Overdrive Green808好了 你看到好像不是Green808 不是嗎 不是 也OK啦 可以啦 一樣 音箱 音箱其實我之前就是 因為我說還不能用Plugin 對 那我就想幾個 所以可能說你要5150也好 或Diesel Diesel我覺得還好 因為Diesel我試過真的 它不太適合太低的 喔 對啊 就5150也好 Freeman也好 Sodano其實我覺得可能都 都不錯 好 所以先 因為它兩個這樣 57160 Distance Distance 要多一點點 好 直接先聽聽看 它金屬用法 對 金屬用法 金屬用法 對 這可能真的要自己監聽 再好好 對 因為我們現在只有一個 比較簡單的喇叭可以聽而已 可是這樣 好像已經 好像已經差不多了 已經很不錯了 剛剛是Fender的 EVH 550 現在就是 這真的就是 很 真的是很夠用耶 對啊 還是換了 808 808的 因為真的金屬來說 808比較 好用 比較習慣一點點 對 那我換 我試試看Sodano 看到喔 都好像很好耶 好像都蠻好聽的 對啊 那你要怎麼 怎麼決定呢 這就是那個 我以前都會講一個 選擇困難症啊 我以前都會講 有一種破音叫 智障型破音 就是戳進去打開就好聽 那智障型中學 怎麼弄都好聽 對 真的要再稀修 可能就是要好好 自己的監聽環境 自己習慣監聽來做了 對 以現在這樣子 就真的覺得好像 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問題 最後一種 就是要是要 對 對 那我之前 試用 那我之前 GOGIA 那個 我就是直接 因為我通常六弦的部分是標準調音 那Gordia它是降全音 所以我之前真的試它的Plugin 我就是用它內建的Pitch Shifter降一個全音 然後就是彈它們其中一首歌 所以這個真的其實很方便 因為我之前也常常就是有跟人家說過 如果你有一個很好的Pitch Shifter 你只要有兩把琴 標準調音 一個可能Drop D 對 然後就可以處理掉所有事情了 對 所以你要下坑嗎 我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我想不起來不然我看一下YouTube 好難喔 今天我平常怎麼結的 傀儡 為什麼被困在金門 傀儡原本昨天要回來的 拍攝的昨天要回來 結果金門大戶 他被多困兩天 大家覺得Cryal Cortex的聲音怎麼樣呢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喔 樂手抄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感謝大家收看我們的頻道 你也可以在各大平台 收聽我們的樂手抄Podcast 如果你想要樂器與周變的話 可以到樂手抄市集 及樂手抄選部 當然別錯過我們樂手抄網站 獲得最新的音樂與樂器相關資訊 謝謝大家 掰掰